羊子穿搭的是红色的薄纱,裙装是深红色加上浅色颜色组合,带来了色彩和面料的质感差异,也显得有层次感。 羊子这套裙装是抹胸设计,同时,领口和荷叶边结合,增加了层次感,加上腰部收腰设计,整体穿搭时髦又有质感。 而裙装下摆,更多是杀裙装的轻盈感,这样看着清新又有质感,羊子穿搭红色裙装不仅显身材,也更加有韵味。 羊子如今在穿搭上越来越有气质,披肩的头发显得脸型娇小可爱,同时露出的肩颈线让人羡慕,羊子之前在穿搭上也比较保守,如今这样的穿搭好看也显身材。 而另一边,迪丽热巴穿搭红色裙装,真是美出镜了,裙装吊带设计,加上纱裙,整体轻盈感很强,这样的穿搭也非常显身材。 同时,迪丽热巴这一头黑发,也太好看了吧,热巴这套裙装整体比较清新,加上纱裙的轻盈,在穿搭上若隐若现,加上热巴身材火辣,精致的妆容还有大红唇,也太好看了。 不得不说,红色真的让人更加有气质,穿搭红色裙装的热巴给人一种韵味,更加吸睛。 热巴这套裙装在长度上也是比较短的,修饰了它的大长腿,上半身的穿搭是修身的设计,可以让整体的身材更明显,下半身是纱裙,蓬松感可以拉长身材比例,整体更加修长。 除了热巴的红色穿搭,白露的一套红色穿搭也是大放光彩,让人一不开眼。 白露这套裙装也是抹胸设计,但裙装的质感好,它舞动起来如一味天仙般,加上精致的妆容,整体有气质。 红色的发带也十分加分,白露整体的穿搭高贵优雅,红色显肤色的同时,也凸显了气质。 同时,裙装收腰设计,黑色腰带拉长了身材比例,整体穿搭是我非常喜欢的效果,这样的穿搭轻轻自然。 三位女明星穿搭红色裙装,哪套最吸引你,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哦,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告诉我。